大家好,我是轩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都有便秘的困扰 尤其是宿便,长期堆在体内有很多的毒素 被大肠粘膜吸收 对身体造成有很大的伤害 严重者会引起面部长斑胃肠道不适 腹胀恶心,甚至是口臭 实在给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素便的小妙招 吃一次就能排出成年的素便 通便效果实在是惊人 是相加的50倍也不止 比吃任何的便秘药物都要管用 做法和食材特别的简单 下面大家随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苹果,加入清水 把苹果清洗干净 苹果素来享有水果之王的美誉 它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价值都非常的高 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大夫第一药 苹果富含糖类、酸类、芳香醇类和果胶物质 并含有维生素B、维生素C以及钙、铁、磷等微量元素 苹果含有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 可以很好的促进肠道蠕动 对于加快排泄、缓解便秘 有非常好的效果 苹果中含有神奇的苹果酸 极易作用在水中浓解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这种神奇的苹果酸具有七种功效 1.抗氧化,可以保护食物新鲜 2.消除异味,可以去除鱼心口臭 3.防止蛀牙 4.能够抑制黑色素酵素的产生 5.能够抑制活性氧发生 可预防因活性氧引起的各种生活习惯病 6.能够抑制血压上升,预防高血压 7.是能抑制过敏反应有一定的靠敏作用 苹果中含有17种氨基酸 其中7种为人体所必须 但自身又无法合成的氨基酸 有多种健身防病疗疾的功效 苹果中含有油脂和多种果酸 可以帮助食物消化并有效地促进胃收敛功能 加速食物的消化吸收 苹果酸可以稳定血糖预防老年糖尿病 因此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苹果 苹果的果胶是一种水龙系食物纤维 能够减少肠内不良的细菌数量 帮助有益细菌繁殖 果胶能够调节机体血糖水平 避防血糖的聚深聚酱 果胶还能够促进胃肠大的拱签 以及有害物质排放 清洗干净的苹果把它切成薄片 放入碗中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两个成熟的西红柿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但却拥有着不平凡的功效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C和B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料 居蔬菜之冠 西红柿富含苹果酸 柠檬酸等有机酸 能够触及胃液分泌 增加胃酸浓度 有帮助润肠通便的作用 另外西红柿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也是减肥最佳的蔬菜之一 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膳食纤维 不仅烙来容易有饱腹感 还可以触及排除代谢废物 对于减肥效果特别的好 另外西红柿含有甲 能够触及血液中的纳盐排除 有降压利尿消水肿的作用 适量的食用帮助调节血压 西红柿含有番茄红素 干物质具有独特的抗氧化作用 可减少体内的自由基 防止自由基对皮肤破坏 故食用西红柿具有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西红柿皮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番茄红素 维生素A维生素C 具有防癌抗癌提高人体免疫力 美容养颜的功效 所以建议大家在吃西红柿的时候最好带皮一起吃 清洗干净的西红柿我们用刀把它切碎 切碎好的西红柿换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把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砂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小火煮15分钟 15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把盖子打开 这个时候里面的苹果西红柿都煮得比较软烂 并且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苹果香味 非常好闻 我们可以把西红柿苹果多煮一会儿 多煮一会儿 食材中的果胶和膳食纤维才会软化 这样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像这样我们的苹果和西红柿糖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装碗 西红柿和苹果一起煮 不仅可以润肠通便 还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 并且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好吃 大苹果西红柿汤量至40度左右 加入一点蜂蜜 蜂蜜也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把蜂蜜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道苹果西红柿汤最好是放在早上空服当早餐食用 早上吃完两个小时后就能排除隔夜的素便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 如果是玩姑息便秘的朋友 建议可以适当的运动触及身体内的血液循环 并且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比如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定点排便 另外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便秘的朋友 可以每天早上空服吃一个苹果 或者空服喝上一杯淡盐水 或是蜂蜜水 同时配合顺时针准圈的按摩腹部 让水在肠胃中蠕动 加强通便 以上就是为大家分享的便秘 朋友应该注意的事项 以及怎样解决便秘 相信通过这个方法一定会摆脱便秘 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